节目最后我们要来讨论一下就是 因为首购属要买房子的话 毕竟他们没有任何相关的贷款经验 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贷款的部分 可能会有蛮多的疑虑 想问一下嘉欣你 如果问到民众在咨询的时候 比较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首购属他们担心贷款这部分 大概都是什么样的问题 大概最多的是陈述啦 那陈述对他们会担心可能陈述没有到 会影响到自备款的过化 对会影响到自备款 那另外来说的话就是利率的部分 利率的话有一些人他会说 我首购会不会有没有差 或有一些特殊的条件我没有差 那当然的话就是说 有一些民众他可能会思考 就是说我到底每个月的一个房贷的负担 就像刚刚正代书有提到的 我借一百万二十年本利贪还 一个月算五千块 那所以我们都会很简单的交消费者 就是说你大概抓一下 比如说我负担八百万的房贷的话 那我一个月就四万块钱 大概可以贪还多少钱 对大家可以看看能不能够平衡啦 好 那我们待会影片里面 还有更详细的细节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苹果先房市我们下周三中午十二点半 再见咯 拜拜 手购房贷种类五花八门 如果你有选择困难症 让专家带你选 现在手购组的部分 我还是建议说 它还是搭配青年安心成家专案 因为现在目前的额度 从五百万提高到八百万 年限的部分 现在又可以拉长到最长三十年 其实是对手购组是不错的一个建议 手购锁定总价通常不会太高 瑞兴北市约一千万的物件 贷款八成 刚好是亲安额度 申请限制部分 去年满二十岁 明下无自用住宅 过已婚 配偶跟未成年子女 明下也都不能有自用住宅 现在亲安最低是 目前表定的部分应该是1.51 那其实如果以一般银行 推出来的平均的表定利率 应该大概平均值 大概1.9上下 受险公司为了争取房贷这一块 其实利率部分也都 尽量都压得很低了 你是受险户的话 大概1.8多 当然以目前来讲 还是亲安部分比较低 专家建议生贷时 附上新转存折保单定存等 可以用来争取更优惠房贷 但要特别留意 常使用分期付款或刷卡超额 会让自己的信用评比扣分 陈世峰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